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行A-House,我是Leslie Leslie今天來到我們中山珠海的紅盤 華發觀山水 為什麼說它是中山珠海紅盤呢? 因為大家看看身後的這張背景版 寫著什麼? 珠海中山商城2023年度別墅Top1 可見它的產品受到市場的認可度是非常之高 而今天我來到華發的觀山水 其實是受到兩者的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有不少朋友由於心中通道的開通 越來越關心中山的樓宇 第二者就是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同一個夢想 就是退休,來內地住別墅,享受世界 符合兩者的條件就是非它莫屬 今天Leslie來到現場和大家找順盤 到底可以找到一些什麼美麗別墅呢? 記住收看我們全程的影片 馬上出發 最好聖略的影片 我們現在是一起去打工 我們現在進去打工 或者賣戶口 我們現在在下面一個方向 其他有一種旅行為 都在朝向每天採訪 到朝向遵守 各位觀眾朋友,Leslie帶給大家的第一個別墅單位 屬於我們建築面積220平方的聯排別墅 總共四層,連地下室大天台 立即跟隨我的視角來參觀一下 進入到花園大門,大家可以看到 左右兩邊就是我們前廳的花園 右邊的位置,大家可以參考示範單位 再種相對應的綠席 這裡Leslie有一點想法 如果大家喜歡綠席,在這部種一棵型客蟲應該不錯 而左邊是屬於L字形的花園部分 並且可以通往到餐廳的位置 經由入戶花園走道,進入到屋的大門口位置 搭配了一個雙開的子母大門 後方的屏風位置可以給大家做裝飾 擺放你喜歡的工藝品 右邊的位置,這裡相當居家實用 因為一樓的位置做了一間房間的情況下 最大的好處在於 假如有老人家需要居住 由於樓梯的行動不變 可以將一樓作為父母房 並且大家可以看到 搭配我們的超大採光槍 整間房間通透明亮 鏡頭一轉,進入到一樓的餐客廳部分 這個餐客廳抵讚的地方也有 為什麼呢? 少許的創意就可以令到它的感官提升了 這個地方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個退台式的客廳 形成了我們整個餐廳和客廳的區域分隔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我自己很喜歡 為什麼呢? 華法官山水的聯排別墅都令我很驚喜 因為它解決了大部分別墅的通病 就是採光槍 因為別墅處於一樓的這個位置 同時大部分處於項目的正中間 其實它的採光問題是達不到高層的效果 但是大家從門口進入到我們整個屋內 大家感受到這個採光差嗎? 一點都不差 兩線的超大陸地玻璃 令到整個光感瞬間進入到單位內部 而在山巡的部分 擺放了一張六人的圓台 延伸過來屬於我們獨立廚房的部分 長方形的設計 空間絕對足夠使用 左手邊的位置可以做回我們的隱藏雪櫃位 以及擺放我們的蒸焗爐、烤箱等等不同的廚房電器 另外我還有喜歡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在我們的廚房的部分 其實可以通往我們外面的花園 外面的花園的部分 其實就像他這樣擺放一些外擺的餐椅 朝早太陽沒有那麼曬的情況下 做回一個西式做餐 在這一邊感受回我們每天的開始 我覺得這種生活的儀式感 真是大家所需要的 而另外一樓除了我們不同的功能區 除此外當然是做了一個洗手間配備給大家 洗手間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做了我們的三區分部 假如大家在一樓的客房 不需要做居住功能的情況下 其實由於是我們作為清水交付 大家完全可以針對一樓的洗手間 切除了棋缸的這個位置 作為別墅的贈送面積 地下室和天台是屬於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首先來看看它的地下室情況 哇 這個地下室真是正 不是我讚它 也不是我黑銷 為什麼我說它正 大家來看看 通常別墅我們剛才說了 採光是它的本身問題 而同時大部分的別墅在市面上超過八成 它的地下室都處於一個什麼情況 陰暗潮濕 但是大家看看這個地下室 它的光感是完全打開了 不會有我們那層縮眉 還有我們陰暗的一定要開燈 才可以使用的一個整體效果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可以數一數 它有三線的採光井 1 2 以及那邊還有一個 整個區域 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做的功能區 而同時需要和大家提及的就是我們這個地下花園 這個地下花園的重要性在哪裡呢 除了是屬於我們的採光井之外 它還是一個通風井 而剛剛Leslie和大家說 為何整個地下室沒有噴味 沒有這些濕味 其實就是通過我們上方 大量的通風去衍生而成 當然蚊蟲的部分肯定會有 依靠大家勤一點去做一些消殺 一樓的這個位置 我們在地下室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和一樓所享有的面積 是全部一致的 延伸過來這一邊做茶廳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上方一樓客房的整體位置 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三處的採光井的位置 大家假如想增添一些景色 可以像他那樣做一些我們的陸直設計 當然了 下方作為我們的功能區 也要配備我們的洗手間 正如Leslie所說的 由於地下室沒有睡房 可以做一個沒有棋缸的我們的洗手間 好了 看完我們的一樓和負一樓的開放區之後 我們來看一些私隱的部分 就是屬於我們二樓睡房的空間 其實整個單位是做了三間房的設計 二樓的部分做了一個雙套房 我們立即來看看 未來大家居住的這個睡房空間 到底正不正 好 來到我們二樓的區域 首先帶給大家的是我們第一間的套房 進入過來 其實整間套房的尺寸絕對足夠大 達到一個15平方米的一個狀態 並且每一間房的我們整體的採光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不小心碰掉了它的裝飾品 房間方面不需要說什麼kingsize cream size 想怎樣擺放就怎樣擺放 同時作為一間我們的度假屋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風格是非常之像酒店設計 作為我們平時度假使用 真是一流 好 退回來了 我們再看看主人房的部分 主人房更加喜歡 基本上集齊了我對主人房的所有的夢想 為什麼呢? 主人房帶有一個超大的外置露台 因為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有吸煙的習慣 有時假如走上走下 其實住別水質頗要命 晚上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還可以有一個外置的區域 供自己去進行使用 睡房的空間亦足夠大 這個位置延伸出去可以說 每天的陽光親自叫醒你 再過來這一邊 屬於我們的衣帽間 以及洗手間的部分 進入洗手間方面 做了一個L字型的過度式衣帽間 當然這種方式好看未必好洗 為什麼呢? 因為洗手間會有大量的水蒸氣 而用這種開放式 其實對於你的衣物蠶食會比較大 大家可以著情參考 延伸過來了 做了一個我們雙星盤的設計 以及馬桶 企隔還有浴缸的部分 大家看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每一個區域 每一個區域 華法在做這個單位的時候 都預留了大量的名槍給大家 就是利用我們外面的陽光 去進入到單位的內部 最後就是去到我們天台的位置 天台位置最適合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搞這個聚會 大家約了自己的親朋戚友 好朋友來到這邊 周六日的時候可以燒烤 烤烤 烤烤一下 樓上的區域 也絕對足夠大 其實上方的整體面積 已經達到一個70方的水準 像他那樣 擺放一個美式燒烤爐 延伸出來做不同的休息區 像他那樣,擺放一張梳化 延伸這一邊,再做我們餐桌的部分 並且非常貼心的 我們的示範單位給大家參考方式 在這一邊做一個升盤 方便我們的洗設主、搞Party的準備 好了,這個220平方見面 實用達到350平的單位 不知大家感覺如何 再次重新跟大家說,正如三席 分別是我們的28、29以及30座 感興趣的朋友,Contest上方的電話 找到Leslie我們進行詳細的溝通 當然,這裡未到我們的結尾 因為稍後Leslie會帶給大家一個獨棟的別墅 讓大家進行參觀,我們稍後見 好了,各位觀眾朋友 接下來是Leslie帶給大家的 是屬於我們華法觀山水的獨棟別墅 由310坪至370坪所進行組成 我們可以看到獨棟別墅方面 自帶私家車庫 車庫的位置其實停得近一點 足夠大家拍攝兩部私家車 停好車之後 通過我們的梯台進入到單位內部 相當有歸家的儀式感 上回來之後來到我們的一樓區域 在一樓區域之前 我們會看到這個位置 是一個非常大的入戶屏風 而這一邊是否裝飾板 不是的 其實可以做回我們入戶的鞋櫃 擺放平時我們出門的鞋襪 進入到單位之後 我們會看到首先 迎來的是屬於我們一樓位置的公共洗手間 而由於作為一個大面積的別墅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內部的空間可以說是相當之闊落 餐廚的區域分為我們的室內餐廳和室外餐廳 大家可以根據天氣的情況去進行使用 當然在這個嚴熱的夏天 就不建議大家做回我們的室外食飯 但是平時天氣爽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回了 廚房的空間可以說是相當之大 分為我們左右兩邊的功能區 延伸過來大家可以看到 雪櫃依然做了我們的隱藏式設計 足夠大家擺放一個超大的雙開門雪櫃 不過這兩個組成 其實是通過兩個單開門雪櫃去進行組成的 並且在廚房的部分也有我們的露台 可以給大家 露台可以看回我們入戶的這個位置 接下來再帶大家走一走我們一樓的這個廳堂 因為單位實在太大 我都不和大家啰嗦 主要帶大家參觀為主 一樓的大廳位置 連接外面超大的整體後花園 後花園部分 按照大家自己的想法 做不同的設計 非常大的綠地草坪 延伸那邊還可以做一個涼亭的位置 假如大家是喜歡我們的花園設計的話 我相信這個舞台就交給大家設計 作為一個我們四層高的單位 其實它是預留了我們的電梯井的這個位置 不過由於這個示範單位已經太長的時間 所以現在的電梯沒有開通 依然通過我們的樓梯來參觀其他區域 首先首先是我們的地下室部分 地下室的區域其實也相當之大 落到我們下方的位置 其實這一邊它是做了一個Store Room 現時其實開發箱擺放了一些它的雜物部分 由於沒有鎖匙就不打開了 過來我們會見到做了一個走教的部分 大家可以擺放自己平時喜歡的紅酒 威士忌等等在這裡品嘗 外面也搭配了有一個通風採光井的位置 並且大家可以見到搭配了樓梯的空間 這個好處在於什麼呢? 假如大家是招呼朋友也不想打擾到家人的時候 其實進入到我們的單位 大家不需要經過一樓 只需要在花園的部分 就可以來到地下室 招呼朋友 保持了私隱的同時 亦都照顧了我們不同朋友的需求 通過這個走道 一樓的位置 是做了一個洗手間的部分 同時 剛才說到 假如你招呼朋友 回來喝酒 多喝兩杯 他有這個不便離開的情況 一樓做一間客房 你呢? 剛剛好 好 當然 面對這麼大的別墅單位 有些朋友絕對是有請工人的需求 所以在示範單位上 亦都做了一個我們的工人房 讓大家進行參考 包括他的睡房、洗手間 以及我們的洗衣間 擺放我們的洗衣機、乾衣機 那就沒問題了 參觀完我們的一樓和負一樓 我們馬不停提上去我們的睡房區域 和大家進行參觀一下 在二樓的部分 其實亦都做了兩間睡房 並且在二樓的區域 樓梯一上來 是先做了屬於一個 我們二樓的客廳的部分 這一種單位 其實是開發商貨的 可能是我們說的三代同堂 甚至乎是四代同堂 保證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專屬空間 延伸過來 我們來看看他的睡房的部分 亦都做了我們整體套房的一個設計 房間的區域足夠大 延伸過來 可以還有一個凹位 讓大家擺放我們的書桌 為何不做衣櫃呢 因為他帶有我們的衣帽 過來了 可以做一套L字型的衣帽 再延伸過去屬於我們套廁的部分 好了 二樓的第二間套房 會更加大一點 其實是由三間房進行融合 進入到我們這間房間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在Leslie身處的這個位置 屬於我們衣帽間 以及洗手間的位置 這個衣帽間 空間就會大很多 相信絕對足夠大家 擺放心外的衣物 以及平時喜歡戴的手飾手錶等 延伸再過來 同樣是屬於我們套廁的設計 不過留意的就是 其實這個空間 假如大家想做一個浴缸來說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至於睡房的整體空間 其實足夠闊落 不過對比起剛才的房間來說 它的開間稍微窄身一點 但好處是什麼呢? 打一個外置露台的區域 假如大家 即是家人去選擇 這個房間的需求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看回自己的喜好去進行選擇 各有各好處 我個人認為 至於去到三樓的部分 當然就是屬於我們的主人房位置 首先在三樓的部分 進入主人房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三樓平台的位置 我們的聯排別墅 其實都是一條線的對應 所以相對應 距離旁邊的動數 也會比較近一點 至於這個天台 大家拿來做什麼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佈成光伏發電 將它搭到一間房間出來 都可以 好了 我們主人房的這個空間 睡房 大家一眼看完 延伸過來 大家還會看到 還會有一個 類似我們歐式別墅的 遼望台的一個小露台 再通過我們旁邊的 就是屬於我們的衣務間部分 衣務間沒有連接洗手間 為什麼? 因為三樓的空間 你用完 當然是做一個超級正的洗手間 搭配一個超大的浴缸 延伸過來一個雙升盤的設計 馬桶和企缸不同的分區 整體而言 這個310坪的獨棟別墅 就參觀到這裡 其實還有沒有面積大一點? 有 但是整體的格局 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 屬於370平方 而大面積的別墅 相信對於很多朋友而言 未必覺得 真的用得完 所以其實包括Lesley自己 在參觀完這次華法官三稅的別墅 我自己更加喜歡 第一個和大家介紹的 聯排別墅 見面220平方的單位 同時 從市場的銷售 大家也可以看到 聯排的單位 只剩下三隻 而目前的獨棟別墅 大約還有十套左右 所以感興趣的朋友 趕快聯繫上方的電話 找到Lesley進行詳細的溝通 以及交流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個 一見三連我們 希望大家的多多支持 我們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再見